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Felisha 我是Ekan 其实呢 有一件是我特别没想到的事情 就是上次我们卡车司机的那个影片 我没有想到有这么大的回响 对 而且我很惊讶的就是 我们整个影片播完了之后 居然只有少部分人理解 就是我们到底在讲什么 是 我们这次卡车司机的影片 其实有非常非常大的回应 特别是那个留言区 对 The comment section is going crazy 如果说各位还没有看的话 欢迎去 大家就看一看 对对对对 那有非常多观众的留言 而且我们其实也准备好 要接受这些留言的 对不对 其实我们在录之前 我们就会说 这一集播出期之后会被骂 就是为什么会被骂呢 因为一定有人看不懂我们在讲什么 然后一定会有人误解我们 然后一定会有人 没有办法接受右派新闻 没有报的东西 你别管是左派新闻 右派新闻了 OK 他们都只说自己想说的东西 对 所以我们今天就在这边跟大家讲一讲 就是现在最新的进展 以及我们对这个事情到底要怎么去理解 那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些东西呢 就是因为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特别是就是对于这个其中选举的 这个事件呢 也显示出来就是保守派目前最大的弱点 这个弱点不克服的话 或者是这种思想模式如果不克服的话 保守派其实很大的程度上 以后没有办法翻身 不只是这个样子 治理方式还会变成像左派那个样子 只是翻转过来的暴君而已 对 所以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 那我们来看这个卡车司机这件事情 首先是什么呢 我们要必须非常明确几点 就是没有人应该要因为疫苗护照的事情而被开除 这个也是我们长期一直在节目里面讲 我们是完全反对这种夺取人民自由的这种统治 是 而且我们一直在报道疫苗护照的事情 就是你比如说像美国有多少的医生 护士 有多少的警察 然后有多少的护车司机 我们的港口 也是因为这样事情被杀当 然后多少人被开除 然后导致我们的货进不来 这些我们所有的新闻里面都有报过 然后我们也是完全反对疫苗护照这个东西 对我们完全反对强制疫苗 不管是对政府的官员 还是对小孩 学校各方面的 疫苗护照就是在压迫所有人的自由 对 所以说我们绝对反对这个东西 所以说我们的确是很支持他们现在做的事情 而且他们说实话很勇敢 因为你知道像美国 这些人被开除了 哪个行业其实也没干嘛 出去然后开个记者会 然后就说你看我被开除 这些人就这样这样 对然后哭一哭 然后就说大家你看他们做的事情是不对的 但是他们没有凝结起来他们的力量 去做一个反抗政府的这样一个决定 所以你看到加拿大人 我看到有网上评论说 加拿大人做了一件比美国人更美国的事情 就是因为他们真的可以号召起这么多的人 这些人可以放弃说 我本来可以去赚钱 或者我只要服从我就可以去赚钱 或者怎么样 他们选择没有 他们一大群人 其实你看到那个画面非常壮观 一大堆大大卡车 就从最左边 你看那个地图最左边就开到最右边 然后大家就全部都在那 就是要反对政府这样一个暴行的统治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他们真的凝聚起来力量 那我们可以再看 加拿大政府 跟所有的左派政府一样 他们就说我们为啥要强制实行疫苗护照呢 因为我们是科学等等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就是左派的一个完全的谎言 就跟那个Dr.Felch 不用戴口罩 一定要戴口罩 不只要戴口罩 你要戴两层 戴了口罩之后你还是要打疫苗 打了疫苗之后你还是要戴口罩 而且现在还戴三层口罩 就是一切doesn't make sense 没有任何东西是科学的 对然后政府也是在测试人的底线 说你到底可以接收到哪一个层面 所以我们看到加拿大的政府 所有的左派政府 其实并不是跟科学站在一起 科学只是他们一个掩饰的一个理由 就说我们这是科学强迫人民来服从 而且这些左派的政府啊 还有媒体把这些卡车司机说成什么 说成是纳粹 纳粹好像就跟racist一样 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特别的意义了 就只要我觉得你不好 我就说你是纳粹 对 只要我不喜欢你就是纳粹 只要我不同意你就是纳粹 我看到那个新闻上面 的确有一个弱智 拿着纳粹旗在那边挥 那个新闻报就是把那个东西弄出来 然后就说这些卡车都是跟这个人一样 其实这样子的攻击是非常常见 而且非常多的 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说主流媒体 他就使用这一小部分的人来看 你说那个挥着纳粹旗的 他脑筋清楚吗 他脑筋不清楚 那个死掉军人那个坟墓那边尿尿那个 对那我们可以就看到说 这些主流媒体 他们就利用这么一小部分的人 比如说那么一大群人都举着国旗 然后他某一个其中人举着纳粹旗 他就用这一个人 他就单拍这一个人 然后说所有的卡车司机全部都是一样的 他拿这个某小部分人的恶行来形容所有的卡车司机 这个就跟1月6号那个是完全一样的 没错 因为1月6号的时候 其实绝大多数的人没有冲进去 对 1月6号可能大家就是有一个情绪在那个地方 我们就讲就是gun control好了 大家会觉得就是美国好可怕 枪支好泛滥 但是各位要知道就是 99.97%的人gun owner 一辈子没有做过任何坏事 一辈子没有杀过人 一辈子没有拿枪做过任何坏事 但是gun control的人会把这些指出来就说 你看他们就是促成mass shooting 然后什么我们驱除了那99.97%的人 然后反而就是专注于那一小部分 然后用那一小部分的数字数据来夺取所有人的权利 就是政府最常做的事情 对所以他们就是拿小部分的人来代表大多数的人 然后就说政府告诉你这个事情不好 为什么因为你看这些人在做的事情 但是这些人是绝少部分 加拿大政府在这一次做出了很多的行为 他们就是要制止这些卡车司机 他们刚开始我们可以看过那个gofundme那个筹款网站 对吧 筹款网站被拿掉了 他们又去了另外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筹款网站 又筹钱 结果加拿大政府说什么 说要把他们所有的钱都freeze都冻结起来 政府可以freeze一个私人账户 一个公司的账户 而且那个没有任何的东西 不是说什么他逃税之类的 对 就是说因为我不喜欢 我不喜欢这个声音 所以说我要把你关闭 这样是一个totalitarian的这个东西 所以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的确是应该要喝止的 而且这个东西更应该要起来反抗 那我们可以看到卡车司机现在这个情况 还是继续如火如蜀的进行 现在已经到了第二个礼拜 已经两个礼拜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说你要去看数据的话 其实绝大多数的加拿大人 他们是不支持卡车司机的行为的 没有错 其实很简单 因为他们做的事情影响到了一般的老百姓 政府还是继续运作 政府每天还是要开会继续开会 政府要做什么还是做什么 政府要给你mandate的话 还是发一张纸 然后新闻稿一放 就说你们全部都要继续戴口罩 但是却影响到了加拿大的平民老百姓 对 很多很多很多 我们听这些声音都要继续戴口罩 这些声音都要继续戴口罩 都要继续戴口罩 都要继续戴口罩 当你自己的生活被影响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说你们到底在干嘛 你们要如果是反的是政府的话 你为什么不去闹他们 你在我家门口 所以这个是很多加拿大人不支持卡车司机的行为 但是这些加拿大人什么呢 就是大多数的加拿大人 他们支持要废除强制疫苗 他们喊话说让政府你撤销这个mandate 为什么 因为他们看到疫情消退了 对 他们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 也就是说他们其实跟卡车司机 反对强制疫苗的立场是一样的 对 他们都反对 但是他们不支持卡车司机的行为 这个是现在的情况 绝大多数的加拿大人在做的事情 为什么加拿大人反感他们 甚至住在那一圈的人反感他们 是因为觉得他们太吵吗 对不对 那这个事情呢 右派媒体没有人说 为什么没人说 因为可能是 觉得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 没有必要说 但是我们为什么说 是因为我们看到右派没有人讲这个事情 但这个事情的确是真实存在发生的 那我们要不要去 讲一个真实存在发生的事情 哪怕是一个很小的事情 那我们可以看到 最新的这个消息 就是卡车司机呢 目前为止怎么样 他们挡住了 美国连接加拿大商业运输的 这样一个最繁忙的大桥 你刚刚讲到这个 加拿大跟美国连接的这个桥 我是100% 同意做这件事情的 而且是个蛮聪明的一个决定 其实这个东西一开始就有 但只是现在就被放大出来 因为关闭一个国家的边境的时候 你就是对这个政府做出了一个很大的抗议 而且美国跟加拿大他们的贸易往来会被中断 政府会感到压力 你停在那个市政府那个地方 然后土豆每天坐直升机走的 根本不理你 就你没堵住他们 然后你也没对政府的这个正常运营产生任何的影响 但是你去堵这个桥 你就影响到政府了 这个才是打到他的痛点 也就是说我们整个这个活动 就是说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活动 我目的是为了让政府说 你把这个东西给我取消 你的目的是要去打政府 你不是说要去打人民 所以为什么说堵住这个桥是好的 因为你伤害到政府了 政府感到压力了 说你这个桥堵一天就死是多少钱 你再堵再堵再堵 你这个就是一个很直接逼着土豆 你必须出来的一个方法 你等于在美国那边建了一道墙 对 美国媒体就一定会报到 之前美国媒体不太会去报道这个东西 就是说那边有很多人啊 然后左派就说你看这些人都是暴徒 右派就说你看这些人多么厉害 然后多么勇敢 你挡住了美加边境的时候 就一定会就是说 你看现在我们有一条很重要的命脉被挡住了 就是血管的话 你一定是要弄什么大动脉什么之类 如果说大动脉一直在流血的话 你一定要想办法去堵住它 那种感觉就是 你要对症下药的感觉 那现在的话 你这样子你才可以 在政府的层面造成大的压力 然后给媒体上面造成大的压力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你在上面有看到那些影片 就是堵在别人家门口 大家都会觉得说 你看 我如果造成你的不方便的话 你就会很生气 然后呢 你就会跟我一起目标一致 it doesn't work that way 如果我把他家的挡住的话 他只会讨厌我 他不会在乎我的目的是什么东西 对 所以说 我如果造成政府的不方便的话 那政府就必须要回应 我如果造成他不方便的话 他就会回应我 对 那这个样子的话 如果说他回应我是反方向的话 那反而就会对我造成一个伤害 然后对整个活动也会造成一个伤害 这样的话就是很难达到直接的效果去攻击的这样一个目的 对 那所以呢 就是我不知道讲到这 大家到底听明白了没有 反正就是整个活动 我们是非常支持的 而且我们在上个节目里面也一直说非常支持 我不知道大家到底在听什么 反正就是很明显就是很多人 根本就是没有听懂我们到底在讲什么东西 在里面骂的一团乱七八糟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有必要要说出来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曾经以前的很多例子都看到过 就是像我们以前被骂 然后狂掉粉的很多东西 就是什么 就是说川普 那个时候大家就说川普一定会回来 我们说川普不会回来 这里没有一个合法的这样一个法律程序 不可能做到的嘛 但是他们就说你们乌鸦嘴 你们敢诅咒川普总统说不要回来 然后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川普总统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说 No 川普总统是很好的总统 但是他不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一个川普下去了会有千千万万的川普站起来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也说 不要把川普神话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总统 非常勇敢非常有担当的人 但是并不是说一定要他回来才能够解决所有的事情 而且他回来也不能解决所有的事情 我们一直在传达就是我们要改变的不是政权 我们要改变的是文化 我们要改变的不是谁上台 我们要改变的是整个美国的文化还有价值观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做这个频道 我们不是在这边跟大家说大家想听的东西 就说你喜欢川普的话 我就去电台说川普好川普好川普棒川普 怎样那川普要回来川普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你看那些人对川普多坏多坏 我们做这个频道说实话 我们并不讨好任何的人 我们只是就是有什么说什么 而且是要建立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 还有一个价值观的东西 我们大概是所有媒体里面 所有中文的这个自媒体里面 第一个出来说我们要做好自己 不管未来怎么样 如果说我们不改变我们文化的话 下次还会有拜登这样子的人上来 永远会做一样的事情 如果我们每个人不改变不翻转的话 永远都会产生一样的事情 我们不是在吹捧说什么要起来革命 我们不是说什么川普要带着军队回来 真的只有美国的革命 它是把人还有整个国家的一个形象 回归到一个保守的一个价值观在那个地方 那么底下很多人说什么要革命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浪漫化一个革命的想法 那这其实是非常非常有勇无谋的 而且其实是非常没有意义的 而且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不但会让我们无法分辨事情的真相 到最后也绝对会变成左派的把柄 等一下 我知道你或许看影片看到一半 或许你刚开始要看一个影片 不管怎么样 我在这里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就是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国家需要保护 需要正确的价值观 而且最好保护家庭跟信仰的就是圣经本身 如果你想更了解圣经 而且你想更认识圣经的话 你可以跟加南美帝旅游公司去一趟 以色列约旦经典之旅 加南美帝旅游公司是唯一的一家旅游公司 只做圣地旅游的 由以色列当地专业的导游 来按照圣经的真理来去介绍解说每一个去的景点 而且去住的酒店跟餐厅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地方 环境好 干净卫生 而且有非常好的防疫措施 所以说打过疫苗的朋友 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因为以前你如果去过以色列的话 你真的是人挤人 你要去枯墙那个地方摸一下 在你的祷告在墙峰里面都非常的困难 现在因为以色列政府的关系 几乎完全不需要排队 意思就是 参观的时间变多了 排队的时间变少了 玩乐 照相 开心的时间变得更充实 所以现在就打电话给加南美帝旅游公司的 Wendy或是Pamela 1877-737-9937 参加他们4月的以色列约旦经典之旅 14天的团 世界若有10分美 9分就在耶路撒冷 走进以色列 圣经将活生真的呈现在你的面前 萤幕上方也有所有跟他们联络的方式 欢迎跟他们联络 打电话的时候你只要说 我是AI News的观众 就可以有特别的优惠哦 这个好消息很重要吧 现在就赶快去打电话 机会难得 左派会利用你做的所有措施 甚至你曾经做的措施 或是你未来可能做的措施 他都会用来抹黑你 就像Larry Elder那时候选的时候 左派就是说 如果他当选的话 他会怎样怎样怎样 他就跟川普一样 他就是连未来都可以拿来抹黑你 好像就是帮你制定说 你就是个什么样的人 川普那时候 grab them by the pussy 然后什么用两只手喝水 就说他什么他得病了 然后手抖 所以说他还用两只手 左派媒体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说什么他在军校的时候 是个霸凌 是个bully 然后用各式各样的东西来抹黑他 那例如像说1月6号的时候 原本真的是和平示威 真的是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甚至他们冲进去之后 也只是一些人 跑到Nancy Pelosi桌上跳舞 然后把桌子移开而已 结果这些人被搞成叛国罪 OK 现在被关着 那导致选票再也没有办法被调查 那我们从来就没有说 我们不支持这些卡车司机在做的事情 只是下一步 土豆如果不出来 他们该怎么办 他们有没有支持他们的 加拿大政府的政客 当然是有还是有一些保守 但是他们的声音在哪里 那还有这些政客愿不愿意帮他们发声 很多人寄影片给我们 就是几个卡车司机 然后可能有个什么委员长之类的 他们就在那边说 我们也想要解决事情啊 我们也不想要一直待在这个地方啊 但是如果不解决的话 我们就不会走 那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解决方式 就是第一个 有些卡车他们觉得说他们好不容易聚集起来 有这么多人这么大的力量 应该要对政府有更多的要求 每个政府都知道 甚至可以说只要有开过重要会议的人都知道 不要跟没办法做决定的人浪费时间 如果你搞了半天然后他却没有办法做决定的话 那你花再多时间在他身上都没有任何的意义 也就是说卡车需要一个绝大多数的人都愿意服从的领导者 跟政府谈话才对 目前这号人物并没有出来 那我们在影片里面也举出来什么六四天安门的那个例子 王丹跟吴尔开西在里面就是要开会还是怎样 然后呢一群领导在开会 然后说我们要走了 然后呢以后继续抗争 结果柴玲在原地大喊说 我们不能走要抗争到底什么什么什么的 如果不能整合想法的话就不能促成一个改变 你就不能去跟政府谈判 而且绝对会变成左派政府的把柄 那还有就是很多人 在评论区嘛 对 站着说话不腰疼 那个有人会在那个评论区说 说现在连这点噪音你都受不了 你还那个想怎么样啊 以后等到政府什么拿强 对你的时候你要怎么办 我们不在那 然后你很难说你要代表就住在楼上那些人民来讲话 因为他们的确感觉到他们被干扰了 就是我们也不能说你要忍耐啊 我们没有任何资格告他们说你必须要忍耐 因为我们现在做的是大事 对就跟那时候红卫兵那时候革命一样 你把你家锅碗瓢全部拿出来 为什么我要留着 蛤 你不行 我们现在是要 土法炼钢 我们现在是要感应超美 你现在留着这些东西干什么 都大食堂了 你干嘛 你留这些碗 这些锅子干嘛 我们现在要做这个大事 你就牺牲一下就好了 你没有资格叫任何人做出任何牺牲 对就是我们一直都在说保守派只能管好你自己 对 就说如果你住在那个楼上的话 你可以说我要牺牲我自己 因为我知道他们这样去抗争 他们是为了反对这个疫苗的mandate 我支持他们 你可以这样说 但是你没有办法站在第三者的角度说 你为什么不能忍受 你凭什么不能忍受 你凭什么就不能牺牲你自己 你知道他们在做多大的事情吗 牺牲一下你自己能怎么样 我们没有任何的权利去做 为什么不能做 因为这就是左派在做的事情 对 左派做的事情其实是非常非常简单 这个逻辑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就像说海龟鼻孔里面塞了根吸管 所以说你们都不能用吸管 就是他们做的事情就是用他们的想法来控制所有其他人 他们想要告诉所有其他人怎么样去生活 对 例如像说他们每个人都说他们很会做善事 但是他们什么善事中的他们没有捐任何的钱 他们觉得说我们应该要收集所有人其他的钱 然后发放给其他需要的人 就是他们可以满嘴讲的仁义道德 但是他们没有做任何事情 所以说我们不要去做这个样子的人 我们不要去觉得说 你家住那个地方 不是说你活该 OK 你应该跟这些人一样 你就应该忍受 你小孩没办法睡觉 你家的心 你自己要去克服 有一切的困难你都必须要克服 而且你要全力去支持 如果你不支持 你就是左派 如果你胆敢说出来 你被吵到了 你到底懂不懂我们现在在做什么 你到底做大事呢 你到底顾不顾大局啊 说实话 因为啥呢 没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对 我们离加拿大 hold 老远 hold 老远的 对 那当然他们出来发生 我是完全理解的 对 这是可以被理解的 然后这种事情 虽然是小事 但是真的发生了 那我们要不要真的去面对 但是说出来的话 就是没有人会被接受 就好像以前的人 没有办法接受川普的缺点 对 一样 就是如果一个被塑造好的人物 他就必须得是完美的 那时候川普的就是这样 每一个人你只要说你是右派 然后呢 你只要就是保守派 你就是要100%的完全支持川普 川普有没有做错事情 川普 其实他的那个 Paternity leave 就男人有产假这个事情 就是川普时候弄的啊 Criminal justice reform 也是川普弄的啊 我们现在在那边骂的说什么 把黑人 从那个监狱里面放出来 然后说监狱里面有种族歧视 那个也是川普时期去弄出来的东西 所以说 这些东西 我都不同意川普做的东西 但是我只要一说出来的话 大家就会帮他找一堆理由 然后说他就是一个玩人 他不可能做错的事情 那么我们支持卡车司机去游行 他们需要一个方向 这个样子才会成功 然后需要一个领导者 这个样子才会成功 需要跟他们抗议的地区那些人 好好的相处 让他们自愿的加入他们 对 然后让他们变成帮助他们的力量 你如果说是任何一个活动的话 任何一个东西 你一定是要聚集绝大多数的明星 而且不能彼此攻击 更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出现了非常多的偶像崇拜这个东西 那我们把川普当成偶像 我们把卡车司机当成偶像 甚至我们把猪妹当成偶像 朋友们 我发现有在我们频道下面留言的朋友 跟同一个人又跑到猪妹频道下 他对我们的态度简直是截然相反的 大家都知道 如果在川普的那个时候 那猪妹是绝对绝对的 天天我们那个时候说的阴谋论什么的 就是猪妹说的东西 他每天都在说说川普要回来 川普要回来 我们就说 如果你从正常的法律渠道 他不会回来的 因为没有一个正常的渠道 他可以回来 如果他回来的话 他是用非法的形式回来 那你觉得 Is that ok 当时我们就说不要相信 不要相信 不要相信他那些东西 一堆人跑来下面骂我们 说你们说话说的太恶心了 你们这群人 你们就是那个见不得美国好 你们其实就是左派 你们就是假基督 小心的基督徒 你们不相信神的大能 你们怎样怎样怎样 我们那时候被骂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惨 然后结果呢 现在猪妹把他以前的视频全删了 然后说 我现在反川了 然后那个川普不会回来了 他自己说他2024 川普早就说他自己2024了 我们早就说过这个事情 那现在呢 他还是总统的时候 在那个party里面 就说 If I don't see you I'll see you in 2024 我那个时候就报新闻了 就说 或许他这个就是结束了 然后不要再偶像崇拜这件事情 然后我们基督徒要做好自己 每个人要做好保守派要做好自己 结果不行 噼哩啪啪啪啪啪啪啪 他讲话是有什么东西的 然后我们相信Q 林伍德律师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 Michael Flynn 然后Sandy Powell 就是各方面 真的就是在完全崇拜这个 一个人 所以其实说实话 你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一直说什么 藏在右派里的左派什么的 其实这是一种思想 或者是思考模式的一个转变 也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在川普的那个时候 你不能说任何 川普的坏话 对 也不是说说了坏话 就是他做过一些事情 如果我要是表达说 他做了某些事情 我是不支持的 你就会被群攻 说卡车司机 如果要说 他们这个行动很好 他们绝大读书很好 但是他们有一点瑕疵 是什么什么 不能说 卡车司机必须是完美的 川普必须是完美的 你觉得这个跟中国的毛泽东 跟北朝鲜的金正恩 有什么区别 Dr. Fauci 你跟Joe Biden 有什么区别 就是他们这些都是一个 积权的一个表示 而且要塑造一个完美的形象 就是这个人不能有任何缺点 但是我们如果要是知道的话 就是说 你不管是组成什么样的集会 尤其是像卡车司机 这样大的集会里面 里面一定会混不好的人进来 然后一定有的人 他就是不听指挥的 这是绝对会有的事情 对不对 那大家抱着 当然是抱着一个好的目的 我们也非常支持 他们这样去做 但是会不会 里面有一些东西 做的并不是那么好 不是那么完美 一定会有 因为人无完人 我们每个人手上做的事情 一定都会有一些瑕疵 不可能是说百分之百好 但是这种东西 我们能不能接受 就是我们能不能接受 一件好的事情 他有瑕疵 而且我会把这些瑕疵弄 挑出来的原因 就是因为 这些瑕疵一定会被拿来找新闻 对 然后最后会伤害到他们自己 所以说 只是希望他们可以做一些 不一样的这个 决定啊 或者是就是完全规避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 有一点瑕疵在这里 好把它规避掉 就是不要这么做 我们找更有效的方式去做 那当然我们在这里做节目 就是让更多观众朋友 能够有一个思想思考方面的转变 就是你要去接受 很多事情发生了 就是发生了 发生了 我们就是要想办法 积极的去解决 而不是说假装看不见 然后说他们就是好 然后你们这帮人 就是在这里拆台 No 我们不想拆卡车司机的台 因为他们的出现 正好就是我们一直暴行的说 我们就是需要有一股 凝结的力量 去对抗政府的这种mandate 他们出现了 我们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我们的目的其实不是在说 卡车司机的行为是错的 我们一直以来都非常支持他们 而且各位也知道 我们也反对强制疫苗 立场其实一直以来 我们都非常的清楚 但是我们收到很多留言 还有很多分享的文章 发现很多人是希望 这些人带领革命的 推翻政府的 把这些左派的人 全部抓起来枪毙 我们想要传达的讯息就是 这不是一个革命 而且如果是革命的话 绝对不会成功 我们讲了上个影片的时候 我们讲了很多历史的例子 然后还用了两个西方文明 时间差不多 但是内容完全不一样的革命 来讲两种不同的革命方式 革命不是一股脑热的往前冲 然后摇一摇爱国的棋子 然后国企就会成功了 革命是需要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 而且要有一个合一的信仰跟信念 才有可能有任何的成果 更何况在那边说话 就是在那边留言的 基本上都只是一群 躲在荧幕后面的键盘下而已 朱妹那个就是我反穿的那个影片 我看了 我几乎不看他的东西 但那个我看了 他讲的那些东西 我们一年前就说过了 跟我们说的是完全相同的观点 但是你看下面有多少人在捧他 对 然后他就说 现在这东西不是正义 什么是正义 就是把这个政府推翻了 然后那种才是正义 然后他最后还说什么 我就会信上帝的 我就要正义下来 什么什么什么 那是他认为的正义 不是真的正义 正义是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 在圣经里面 就是你遵照律法 那你想想看 耶稣他没有就是带着所有的人说 犹太人们 你们被压迫对不对 我们起来推翻罗马政府 然后犹太人我们聚集起来 然后我们把这个让罗马政府怎样 耶稣可不可以这样做 他有没有这个能力 神有没有这个能力去这样做 当然绝对有 但是他知道 他是要下来亲自触碰每一个人 然后改变每一个人的人生 跟每一个人传福音 让他们自愿的去创造出一个 合法合理 而且爱神爱人的一个世界出来 他们要自愿去做这件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 基督徒为什么要传福音 其实就是为了要把正确的价值观传出去 而不是说我们改变了一个政府 因为政府改变不代表任何事情 政府改变了 如果道德观跟价值观没有改变了 那个政府就是烂政府 那就是一模一样的事情 永远都会重演 对 所以说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要维护和平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不要被革命的这些浪漫的这些书籍啊 还有电影啊 就是说打仗好棒 就是打仗才是正义 对 然后呢推翻就是正义 绝大多数的革命都是左派在做的 而且最后都失败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任何道德价值观 最后还是一个抱倦上台 讲到这儿呢 我们节目也基本到了 要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 不知道这一集节目 大家到底听通没听通 但是我希望大家都能明白 我们在传达什么东西 因为其实说实话 我们做这个频道的理念 也是就是不为了讨好任何人 你如果要知道的话 你就可以发现 我们忠实的观众换了一批又一批 为什么 因为这些人刚开始看我们频道 就觉得说 是他们以为他们想要听的内容 但是如果我们说出了一些话 是他目前为止的思想 没有办法接受的东西 他就觉得说 懒人 烂频道 你们还基督徒啊 走了 所以我们这样的观众是换了一批 一批又一批 一直到现在为止 已经换过很多批很多批的观众了 我们可以完全只讲 卡车司机正义的地方 我们可以完全做一集节目 就是让你看了热血沸腾 让你看了大鸡血 然后让你看了开心 让你看了高兴 让看了爽的内容 但是我们觉得说 这个事情发生了 正好是一个训练的机会 就是我们要看到这些事情 里面那些东西 我们看到这些东西 到底要怎么去理解 哪一些是容易进入到左派思想的误区 就是你会觉得说 我在做一个正义的事情 这些都很好 但是里面有一些东西 是会把往左派的那个方向拉 而且说真的 我们现在发生的事情 不是一个什么历史的新事件 或是怎么样 其实在历史上都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但是我们要怎么样从里面挑出 这个是会成功的 然后这个是会失败的 然后这个为什么成功 然后这个为什么失败 我们做的事情要非常小心 我们做的事情是要有目的性的 不是说因为他们都这么做了 所以说我们也可以这么做 如果说我们要跟圣经一样 如果说我们要跟耶稣做的一样 如果说我们是在跟随耶稣的话 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跟耶稣一样 而不是要跟任何人一样 然后不要觉得任何的邪恶 或者是任何的造成 别人不爽的这个东西 都是为了我的报复 然后我为了 我爱国 所以我这个样的做 但是你要考虑到的是别人 别人家如果有小孩 别人家如果有老人 如果说有一个老人在那个地方 突然心脏病 需要十分钟可以去医院 但是救护车进不来 那这个样子该怎么办 卡车司机该怎么办 他们现在加拿大那个样 又不给卡车游了 万一卡车就是卡在那个地方 就动不了 怎么办 那这种东西其实造成的是 人民还有当地的居民 很多很多不方便的这个东西 对政府并没有到任何的伤害 你说政府会在意 一个发心脏病的老人死去吗 政府不在意 对他们完全不在乎 但他们会上电视 就会哭着说 你看这些都是这个卡车司机 他们就会拿这个大作文章 卡车司机害死了这个老奶 卡车司机杀人了 不管卡车司机今天的这个行动 是有多正义的 然后不管他们有多无辜 但是就会被主流媒体 还有那些左派 拿来大作文章 这个是一定会的 他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对所以说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变得更聪明 然后要去注意到这样子的事情 而不是说我们要逼所有的人 百分之一百完全的支持 你看那些居民 干脆拿去 干脆抓下来 然后全部抢笔 你不能有这个样子的想法 你不能杀死不同意你的人 因为你这个样子 你就是跟共产党 你就是跟纳粹一样了 所以说我们不要变成这个样子的人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要灵巧像蛇 那这个说起来简单 但是其实做起来一点也不简单 很多时候我们不光是要有一腔热血的这样的勇气 我们更要有聪明智慧的这样的头脑 要完全的从头到尾 把所有的事情都计划好 而且在任何危机情况出现的时候 马上一个方案就出来 一个大方向 赶快就是带领人要怎么做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 那当然我们也非常希望卡车司机这个事情继续做 然后继续成功 因为他们现在很明显已经堵入了每家中间这个大桥 给了政府一个很大的压力吧 那呀 所以希望可以土豆让他这么一笔 土豆能出来 听说好像现在美国也弄了一群卡车司机是组成了一个 然后又去车队 就是要让政府感到压力 所以就是去做会压迫到政府的事情 打到一个痛点 这个才比较有效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们到底在讲什么吧 那也欢迎大家 不管是什么样的评论 都欢迎大家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让我们知道你的想法 好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特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大家好 我是大LA神奇快讯主播Danny 以下为大家播报一则社区活动消息 老友伙伴们 敬祝大家新年蒙福 我是周一方牧师 怎么 认不出是我了 30年前 我长得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至于现在嘛 那就别提了 今天 我在这里 要向大家报告的是 我们将于2022年2月中旬 举办一个别开生命 前所未见的线上虚拟众议活动 名称定为 神奇春晚迎家节 因为不久就将迎来三个家节 就是春节 云霄节和情人节 当此氛围 我们希望同胞们 无论是身处冰天雪地 或是疫情家居 是教会团体 还是小组团器 都可以借着这个晚会 在网上和青董们一同观赏 内容报告有 虚拟剧场 原创新歌 城市云当成松的 他并没有退缺我的道路 这篇所说 你的荣耀 感谢有你 感谢生生不息的生命 人都安然 又不能 因为他们被梦延续 仿真人物 大家好 我是核桃市的市长 秦郑国 我是王维中牧师 大家好 我是刘萨伦 大家好 我是歌手 音乐制作人 香海 Avatar 动感进舞 本活动截至目前 已经获得20个企业团体 及教会的机构 支持赞助 欢迎教会团体 或是公司行号 一同共襄盛举 联络资讯 请见以下 祝大家 家节愉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